下一个叫做以教为学 我常看有的人 他学完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不知道我该怎么样的 来把这个东西巩固 有人就说 这个学会了 做出来了 不就完了吗 不是 我建议你去教 教什么 你把自己的应用案例 这个公开的协作分享 当然了 你那个有了涉密数据 你别拿出来乱分享 就是说 好比说你自己 感觉 刚才你那个分析 那个影视剧 那个挺好玩 我分析个小说行不行 你换上了一个小说的文本 然后你把它在这里 做出一个结果 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把这个成就感 做成一个内容 分享出来 你可以公开的写作 或者做视频都可以 这个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帮助你收获反馈 我这几年 一直在公开写作 我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收获真的非常多 就是有的时候 前一日子 我们开个玩笑 就是在哪 不知道看到一个 反正我不知道从哪传来的 我听特别有道理 说什么呢 你要想找到一个 这个优秀的答案 怎么办 你就把一个不怎么地的答案 公开的发布出去 马上会有人过来 帮助你指正 这个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这个 这个有这个公开写作 然后获得反馈 这样一个意识 还有就是可以建立连接 如果没有前面的 这些公开写作 我难以想象 后续会有这么多 认识这么多 这个特别优秀的 这样的这个朋友 包括现在我们的合作方 我的合作者 这个当然 我跟他 我是同事的 我们本来就认识 然后呢 包括这个 这个卷积传媒 包括人民邮电 一部社区 这些的这个优秀的 这些这个编辑也好 然后还有这个各个老师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 都是非常的优秀 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合作 就感觉的非常好 而这个过程 是我不断的之前 有这种公开写作 也是建立了别人 对我的一个认可和信任 所以我也建立 建议你去这么做 今天就会是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